昨天我聽到Delta 印度變種病毒一般 一聽到我的內心有夠痛苦 真的台灣Delta 變種已經是在高蘭台灣 他去到屏東 那個阿港的鄉親 面對這種病毒 的入侵那個嚴峻的挑戰 我們是來天真煩惱 也天真艱苦 我會記得去年的三月份 我特別呼籲蔡總統 一定在整個作戰裡面 最重要的是要阻結於境外 躺在外面 別放進來 台灣就一定安全 所以要阻結於境外 三月份我就說 入境要普篩 當時我說的時候 很多的民意代表 都說我在製造恐慌 好啦 一而再再而三的呼籲 沒有人要聽 我乾脆在八月份 去行政院的宴會 我當行政院的宴長 當所謂隔閣 會所謂 部份收聽 會討論 再說一次 我們一定要當好調 當好調 日進普篩 一定要做 再加 居家檢疫 再加 主族管理 這三道關卡 你把它弄好 病毒就不進 結果 東廷研究財事 說沒有這個必要 好啦 沒有這個必要 其實 我對中央做任何的財事 我覺得法律是中央跟地坑一條心 所以我都尊重 因為作戰不能有惡心 所以這麼重要的事情 我再講 到什麼真的要講 結果也是沒有必要 結果到今年 我們的境外破口 有夠大的 從肉夫特事件 引發了 一系列我們國家的災難 病毒系列全台灣 三百相嚴重 以及我做心白痴市長的人 每天看到我們 很多病毒 在我們的這個地方 又看到我們很多 重症 跟我們的失望者 這就是對我們國家來說 對我心白痴市民來說 已經造成很大的嚴重傷害 現在 我們的傷害我們的補救 都已經不會有了 所以從 六月初 我就一直在說一件事 第二台變種病毒 你告訴我 它的傳播力 的速度 感染 比我們現在的英國變種病毒 幾乎六星 尤其重症幾乎出來 這有夠嚴重的 所以我們趕快要去分析以外 更重要 阻擎於境外 要抖好 六月車子說 六月十五個說 咱馬又說 講了好多次 結果呢 藏起來 昨天下午 CDC才說 我們要開始阻擎於境外 結果阻擎於境外公佈以後 昨天我看了一下 我今天一定要特別說了 我們阻擎於境外 只做了半套 並沒有做全套 現在的病毒 第二台這種病毒 已經傳播到九十二個國家 不是對我們國外國來來講 七個國才叫做高風險 這九十二個國家的病毒 都有隨時傳播我們台灣 所以只定了七個國家 比較嚴格 其他的呢 採檢只有一次 這個 在整個防疫 在這樣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第二台病毒來勢洶洶 一進去買的時候 裡面洗不洗的時候 外面不能再讓它進來 所以昨天那個公佈以後 我真的看了一下 我要給中央做一個建議 沒有分七個國 每個國要入境的時候 都要趕快採檢 拿到重點高風險國家 入住集中檢疫所 十四天 其他又入住防疫旅館 後住會 到底集中檢疫所 但是要隔離期滿 要再一次 所以各國入境者 都要採檢兩次 入境就採PCR 隔離期滿 隔離期滿 再採一次PCR 呵呵 嚴格落實把關 絕對不能輕忽了 已經一錯 再錯 不要做三錯 所以主決於今晚這個事情 一定要再做好了 我們再經不起一次容認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中央 真的我很少講 很嚴肅的話 真的要聽進去 主決於境外 一百 都採兩次 入境隔離期滿 各採一次 待住入住中檢疫所的 待入住飯店的 離法律旅館的 怎麼做 中央有規定 但是採檢兩次 絕對不能輕忽 入境一次隔離期滿 再一次 除了主決於境外 管控境內 我們還要繼續拚